根据国家规划,未来十几年,中国将增加1.12万公里的千吨级内核航道里程,内核水运建设投资规模将成增长态势。 未华港机系列产品,作为未华股份重点发展方向,以智能、绿色、高端为定位,聚焦港口装卸作业、散料输送及工程总包等多个领域,依托于未华股份技术实力、生产能力与质量管理的强有力支撑。 目前已在国内港机散料设备供应商中名列前茅。 本集节目带您走进九省通渠的金楚大地,一栏未华港机系列产品的浊然风采。 湖北省是内核港口数量较多的省份之一,共有港口51个,主要分布在长江、汉江。 其中长江港口二十四个,汉江港口十三个,港口岸线一万三千九百四十四公里。 在武汉阳罗港、宜昌港、荆州港、襄阳港等多个繁忙的港口码头中, 魏华港机系列产品纵是最为亮眼的风景。 众多港口运营方对魏华品牌赞予有加。 就在位于长江沿岸的荆州煤炭铁水连运储配基地里, 魏华港机系列产品中的三料收送装备正在优条过稳的作业。 作为湖北省重点建设项目, 该基地煤炭年吞吐量五千万吨将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煤炭交易中心和存储中心。 作为该基地煤炭输送系统核心设备供应商, 魏华散料输送装备在保障基地物料供应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铁路径出口,水路径出口及散货出口驳位, 翻车机卸车线,后方储配煤设施及相应的魏华带式输送机共计36条, 总长13公里。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21年3月25日, 在长江沿岸的荆州港建立荣城港区新州码头, 两台卫华门座起重机, 盎首处立。 此刻,其中一台正在进行重载试车第一调, 武汉港航发展集团建立有限公司一众高层领导亲临现场, 见证着历史性的一刻。 同年10月27日, 建立荣城港区新州码头开港, 开辟了建立最便捷、最经济的水上通道, 迈出荆州市与副中心建设步伐的重要一步。 接下来, 我们来到位于汉江岸边的襄阳小河港区综合码头。 它作为襄阳港的核心港区, 地理位置和交通优势显著。 它共规划建设21个驳位, 设计年通过能力1510万吨。 目前, 小河港区综合码头一期整体运营顺利, 四条建杂货驳位, 三条散货作业线, 同时满负荷生产运营。 截至2022年2月25日, 该港口累计完成后吞吐量6.05万吨, 集装箱吞吐量106TU。 在该项目以及接下来进行的二期建设中, 客户方的起重机散料输送装备, 均选择卫华品牌, 其中包含卫华门座起重机, 新中式门式起重机, 新中式桥式起重机及散料输送装备等多类型产品。 为客户提供产品全生产周期服务和智能绿色的系统解决方案。 对卫华产品我们是放心的, 卫华的受货服务也是值得赞赐。 荷兰卫华品质值得信赖。 点赞。 十四五期间, 湖北省将着力构建以武汉中部枢纽港为核心, 以宜昌、荆州、黄石、襄阳为支撑的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 全省水云建设完成投资300亿元以上, 构建平安、高效、智能、绿色的现代化航运体系。 卫华股份将紧抓紧预,以绿色环保作为前提, 将新工艺、新技术融入新产品, 设计并生产更多优质的智能化港口产品, 助力更多湖北省内港口走向绿色、生态、智能的发展之路。 为预出情意,增加一抹别致的卫华红。